新疆的夜晚才刚刚拉开帷幕 在喀什古城游客从四面八方涌入 在欢声笑语中纵情歌舞 来自山东泰安的京东青2021年 在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喀什古城开了一家民宿 上下三层共十二间 每个房间都有着不同的装修风格 民族装饰元素的木雕 石膏雕 爱德莱斯饰品等物件 尽显当地民族特色 京东青告诉记者 当时因为来喀什旅游就爱上了这里的生活 喀什的慢生活没有了都市的喧嚣 可以追寻心灵的宁静 还可以感受不一样的民族风情 喀什都能满足你的期待 因为听说新疆很美 然后我就来了 十点的时候大家都还没有营业 感觉这个城市它的生活节奏很慢 然后就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 我们就也想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就赚了一段时间去打听 刚好这一家民宿在转让嘛 然后我们就接下来了 京东青打造的民俗房间风格有油画风格 喀什古城街景风格以及民族特色风格几大类 每个房间有不同主题 民宿内随处都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民族特色饰品 客房里陈列极具民族特色日用陶灯 碗 盘 薄 洗手壶等吐槽器物 向游客展示着当地独特的生活方式 凭借极具民族风情的装饰 受到许多游客青睐 我们在这儿做民宿 首先我们是对这个地方有信心 所以对房间里的装修呀 还有一些装饰呀 都是当特别用心的去做 然后里边还有一些房间是让当地 因为我们这个民宿就在油画街嘛 然后让油画街的这个画家 给我们在墙上做了油画 而且房间里有一些还配备了 头等舱的沙发 是为了让客人住得更舒服 以朋友的这种相处方式 去跟他们去沟通 去接触 从游客变成民宿老板 金东青坦言跟自己当初的想象 当老板完全不同 一个人打理民宿忙的时候 一天工作近15个小时 就是开民宿之前 我们就是想着喝茶聊天 交朋友就完了 但是在真正的去做了民宿之后 从装修到这个软装 到客人处理的各种问题 然后就感觉啊真的好累啊 对理想和现实差 反差挺大的 随着喀什旅游业的创新发展 和游客的多元需求 民宿已不仅仅是提供住宿的场所 而成为游客体验目的地自然风光 人文风情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 金东青的民宿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 从早忙到晚 虽然很累 但是他感到过得很充实 交到了很多五湖四海的朋友 因为这个民宿目前的经营 就我自己在去经营 然后虽然很累 但是过得特别充实 感觉这个地方充满了机遇 这几年不同风格的民宿 在古城如雨后春笋般开业 为古城留住了一批又一批游客 也带动了咖啡店 餐饮店 茶馆 手工一品店等店铺的生意 我这个目前的打算是 我把这个当时有的这一家民宿 尽量的去做好它 我们还在不断的去学习 去摸索去进步 目前就是想先把这一家搞好 然后如果精力可以的话 还是希望能再开一家 开好几家 喀什古城景区内 目前宾馆酒店 民宿 客栈 轻旅等旅游住宿业 共计180家 其中民宿有144家 喀什古城景区坚持推动 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 打造九龙泉 八格旗像 等一批特色文艺精品民宿街 将古城原有的民族风格 和现代史上元素相结合 扑出地方文化特色和人文风情 让游客读懂喀什深厚的文化底蕴 看到喀什古城独特的气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